大家好 我是张欣 大葱沾酱越吃越壮 这是我们小时候在眷村厅长辈说的一句话 也是中国北方啊 很多人就是拿着青葱 沾着那个酱酒直接啃了 你看我们这个葱大不大 这个葱在台湾市 我少数看过非常大的葱 这不知道谁种的 这是我岳母种的很大葱 那我在北方的时候 看过那个张秋山东 那个张秋大葱 真的都长到一米七一米八 那个葱超大 而且吃起来是甜的 不过咱们今天不是要讲张秋大葱 时序逐渐进入秋天 天气越来越凉 既然大葱沾酱越吃越壮 咱们今天就来做个葱的料理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葱爆五花肉 不过葱的原产地在哪里呢老婆 山东吗 不是 其实葱的原产地是在中国 据考证应该是在西伯利亚 或者是蒙古一带的山区 也有人说是在陕西一带 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一些文字记载了 俄雅里面曾经提到清卫之葱 在汉朝后汉书里面也被提到 那时候有一个地名就叫做葱岭 他怎么说的呢 葱岭在敦煌之西 其山高多大葱 山上的葱特别多 而春秋时期齐桓公不是去打了山龙吗 一个匈奴的分支 打了他最大的收获不是获得了城池 也不是打败了敌人 而是得到了大葱 山东现在的大葱 据说就是从山龙的手中 把种子给躲过来的 不过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葱江扇来源的小故事 这讲的是传说哈 大家听听看就好 适不适合讲给小孩子听 大家自己做决定 葱江扇在传说里面 曾经有一个由来古时候 有三个穷书生师三兄弟 家里没什么钱 读了不少书 但是品性不大端庄 有一天他们三个一起 进京赶考一个家里没钱 所以没带了什么东西 走着走着走到山里面 肚子饥饿难耐 远远的看到一个老者正在煮饭 大哥看得很清楚 说他只放了一粒米进锅子里面去 怎么会有这么萌的饭箱 三个人就找那个老者 想要跟他要碗饭吃 结果走到那个屋子里面 一看老者把锅子一打开 哇里面是满满的一锅白米饭 还很好心的招待三兄弟来吃 结果三兄弟吃着吃着 晚上起了歹心 说如果能够拿到那一只锅子 那一辈子就龙华富贵不尽 也不需要进京赶考了是吧 结果三个人起了歹念 老大晚上一刀就把那个老者的头给砍了 把锅子拿了三个人赶紧跑 结果跑了一宿非常累 睡一觉起来 那个锅子不见了 三兄弟非常慌张 怎么会这个样子 他们就绕回原路看到 老者还在那里煮饭 一样一厘米放下去煮 出一大锅的白米饭 走去跟老者打个招呼 老者好像没事一样 依然热情的招待三兄弟进来吃饭 这个时候晚上老二发火了 老二说砍他的头骨心 咱们就插进去 把他砍成一截一截的 把这个锅子抢了就跑走了 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又发生 同样的事情过不见了 老者又复活了 老三去就把他把这个第三天晚上 把他剁成肉里把锅子抢走 第三天晚上 他们醒来守着那个锅子 结果发现锅子没有跑走 是老者跑来了 原来老者是个神仙的化身 就跟三兄弟说 你们三个人的心实在太坏了 我好心招待你们吃白饭 没想到你们这样子对待一个 善良的老人 老大你既然喜欢砍人头 那我就让你一辈子做韭菜好了 韭菜不是每天都要把人头砍下吗 老二你居然喜欢把人砍成一段一段的 那我就把你变成葱 在每一次炒菜的时候都把你砍成一段一段 老三你既然喜欢把人剁成肉泥 那你就变成蒜头好了 一事 每一代通通变成什么 蒜泥 这个故事其实听起来有点胆战心惊 但是就是从古时候告诉我们 一个故事他传递的是一个三年 也要警告很多的好朋友 不可以做坏事 做了坏事会有报应的 话不多说 今天请老婆来分享这一道咱们北方的小吃 青葱爆炒五花肉 老婆 撑 这个大葱是我妈妈自己种的 很大耶 这样我都觉得我要切它 都觉得有点心理炸 这个葱啊 我们就这样子斜切 这真的很大喔 很粗啊 其实台湾现在偶尔 也可以买得到这种大葱 可是好像都是日本进口的多 山东的少 但是我在山东的时候吃到这个大葱 真的是甜的 真的是甜的 真的是超甜的 几乎完全不辣 对 不会辣而且超好吃的 对 葱 然后呢 蒜头 蒜头的话我们没有要磨泥喔 对 哈哈哈哈 这什么奇态的故事 其实爆炒啊 我觉得蒜头切片最好吃了 对 炒完洗满酱汁特香 对 我们就把它切片 对 这个 切成片以后就是你可以 一样把它夹着吃 对 你不知道老公以前在海峡两岸 最受欢迎的课就是说故事的技巧 真的喔 对 老公啥故事都能说 好 然后呢 辣椒 辣椒最主要也是配色 对 要辣一点的话你就叫曹添加 对 好 接着我这边准备了一些猪油 对 因为我们今天买的这一块五花肉 其实不是很非 对 这五花肉啊 大家可以大家看一下 它原价是192 哇 但是你到下午的时候啊 它肉还没卖完 打6折剩115 对 就差很多了 现在猪肉这么贵啊 现在猪肉其实蛮贵 像你在市场买五花肉的话 一斤我们这里大概是180 600克180 对 我就不小心其他地方大概是多少钱 对 那我现在说的这个是全联的喔 嗯 其实你打6折的时候 真的很划算 就是它今天要到期 然后今天中午过后 它还没有卖完 到下午大概是3-4点 它就可以了 这一片五花肉其实蛮瘦的 我觉得它跟我比较像 你看 没有什么油花 会不会是吃瘦肉筋 我不晓得 上面这个皮 我们可以把它去掉 对 因为皮 你热热吃咬得动 但是你到放轮了以后吃 它其实就会蛮爱口的 对 医生现在有特别提醒我 尽量不要再吃硬的东西了 哦 怕那个牙齿会咬坏 对对对 什么软骨啦 硬的花生啦 都要特别小心 其实皮啊 如果你要把它弄软 其实就是像你在乳的时候可以 但是像这种快炒类的 其实皮都很爱口 所以像咸猪肉也是啊 好完以后 你放了以后 它的皮就会很硬 对对对 所以我们才要加一些这个猪油 那我们都好了 好 我们准备上锅 好 现在锅子 热了以后 你就放猪油 对 好 就让它在中火 给它煸一下 把它煸出猪油来 好嘞 你看 成一下子就出这么多油了 很香的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把这个五花肉 煸 那五花肉其实也还会再出油 对 你就再下来把它煸一下 要煸到恰恰 就是黄黄的 焦焦的这样子 如果你买的猪肉啊 够肥啊 就不需要前面那个 爆猪油的那个动作了 就直接把五花肉放下去 把它油给煸出来就好咯 对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大火 我们这一支就太瘦了 对 好大火 其实你看 刚才到现在大概是两分钟 因为肉肉比较厚 通常我不会一直去煸它 我会这样子 就轮着这样子煸 这个时候啊 好我们来看哦 你就这样煸过来 哦 背面都很漂亮 漂亮 而且里面都很漂亮 漂亮 就是知道在炒鸡肉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嗯 你才不会外面一直拉到手里摔 拉到皮都掉 对 好这样你看 嗯 这个时候呢 很漂亮 很漂亮 我先下火转小一点 嗯 好我现在先下糖 我先下这个沙糖 好沙糖把它这样扣 给它一点味道 好 沙糖先让它炒一下 好这样子等一下啊 颜色会更漂亮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炒糖色 炒糖 对 好我现在火就把它改成这样子哦 好 刚才是大火对不对 对 现在是把它改成有点中火 中火 好先让它这个糖再煸一下 好 这个糖融了一下以后呢 炒一下再开始跟肉炒在一起 有那么一点焦糖的香味 对对 焦糖的香味出来了 好 好 好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蒜头还有辣椒加进来 蒜头辣椒的香气把它爆出来 很香啊 很香 大火哈 这个就不用爆太久了 焦一下子就可以了 对 不然蒜头有焦掉 对 哇好香哦 好香耶 好现在在转小火 我们现在可以下调味料了 嗯 好这个是蠔油一点点 酱油一点点 酱油一点点 酱油一定要沿着这个热锅锅边下 锅气就出来了 顺利就出来了 有 有 好这个豆香味就都出来了 蠔油 蠔油 蠔油也是提鲜 对 欸你们小时候是讲什么 一丢丢丢 还是什么 一丢丢 对一丢丢丢 一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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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火有多大还是多大 对对对 这个时候最重要 整个味道就是这个时候不一怕 对 你要炒一下喔 让它味道吃到这里头去 好 好 推荷 炸苗 炸苗 炸苗进来就很快的喔 老婆你今天有问题 这个叫青葱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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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吃到了 熄火熄火 你妈种的你来给它乱夾 好 哎呀非常漂亮喔 对 炒香 熄火出锅 哎呦 真的是快炒菜 对 好漂亮 哈哈哈哈 酷啦 超漂亮 而且超香的啦 整个就是大火爆炒的那个 锅器 哎呀真迷人啊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咱们赶紧配个白饭吃一下 看起来油滋滋的 对 可是就很贵耶 你看现在这一盘 如果原价的话 190多块炒出来就这么一小盘而已 就有点受不了 你看这大葱 大葱就是进来两三下就好了 对 翻两下而已 对 这个啊 一定要这样吃 肉放上来之后啊 咬一点油 咬那么一点猪油 对 就是那个香味 酥油里面带酱油的这一块 放在旁边 对 然后来个辣椒 怎么样 怎么样 哈哈哈哈 这个很好吃 肉还很嫩啊 对 刚刚那不翻面的煎法 它外面有一点焦香 整个锅气十足耶 真的你家火有多大 就太多大 嗯 吃差两三下 这葱是甜的 我觉得它应该是它生长的时间够长 所以它是甜的 不辣是甜的 就是我们小时候吃那个葱爆牛肉的那个香味 嗯 你不要咬到舌头 就是这个味 小时候能吃上这一顿啊 多幸福啊 一年能不能吃上一次在眷村 好像都吃不到 而且小时候葱多 肉没几块 能吃到大概一两块肉 特幸福啊 过年的时候才有肉汁 好好吃 你是觉得记忆中的味道其实是最美的 再一口 再一口 宇宙香 还有那个蒜头跟蒜片啊 我记得小时候都会把那个蒜片 还有这个猪油渣通通吃掉 最后剩的那个汁啊 跟油是拿来拌干面 那个锅子基本上不行 就是把昨天晚上的剩饭倒下去 炒成一碗白饭 对 然后这个油拿去做第二天的拌面 哪有那么好吃 哇 全家可以连吃到两三天开开心心 好可难哦 不过就是这种简单的幸福 我们不知道这么长大了吗 嗯 满满一碗白饭快被我给扒光了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菜 我只要一点点菜就可以狂吃白饭 所以身材才会变成这样 好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大葱爆炒五花肉就到这里咯 有机会一定要试试看 超香超好吃超下饭 可以让你瞬间回到儿时那种幸福的情境 张心办谈天天都有心事 咱们下回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